欢迎来到美听 很露骨的15句话 揭露现实 一直都认为 当你投注了时间去学习 你对某件事的掌握程度 一定是可以得到提升的 但能不能认清生活 看透自己 却不是能通过简简单单的学习 就可以实现的 可认清自己 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状态 甚至关乎到我们的人格培养 有时候 认清自己 就已经是前进一大步了 这15句话 给我们指明了很多方向 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点醒了我们 1.无效社交摧毁有趣灵魂 人是群居动物 渴望社交使人的本性 有意义的社交 会提升人的认知层次 但是无意义的社交 只会磨光自己的闪光点 原本有趣的你 很可会能因为无效社交而陷入困顿 担心不被认可 害怕无法融入你战战兢兢 磨灭掉自己所有的闪光点 社交是基本需求 但无效社交真的大可不必 保持自己的特点 总会有人因你而来 2.自我感动式付出 既危险又愚蠢 你所有的付出是需要被肯定的 如果你的付出只感动了自己 那我劝你赶快收手吧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自然也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爱需要双向奔赴 感动也必须是对方发自内心的情绪 对方不认可的付出都属于自我消耗 3.你的努力里藏着父母暮年的安稳 和孩子未来的底气 总有人说 现在成年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的确是这样 往后看是父母的期待 往前看是孩子殷切的眼神 为什么不敢当一条咸鱼 因为海浪滚滚 我们有父母 有孩子 我们需要让他们 安稳地生活在这片汪洋里 现在的每一份努力 都是在为未来的幸福做储蓄 4.旧账重提 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解决 有句话说 爱是原谅 不翻旧账 看似正确 但细思极恐 为什么会翻旧账 因为这件事没有被妥善解决 它一直像一根刺一样 炸在那 一碰还会疼 对待所有争执矛盾 不是凑合着过去算了 而是要把事解决掉 这件事的背后是情绪问题 还是观点不合 拎出来 讲清楚 感情不仅会缓和 还会增温 5.不是千人千面 而是人人千面 每个人都是立体的 一个人的多面 有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时常会因为一个人的某个举动 来判断这个人的善恶 但其实太片面了 这个世界早就不是千人千面了 而是人人千面 有些人看起来善良淳朴 实则内心阴暗 有些人看起来冷漠无情 实则内心温暖 你看到的 不一定是对方真实的一面 也不一定是对方的一个固定面 人性是复杂的 对于一个人不轻易下结论 而是耐心和细心地去观察 判断才会更准确 6.答非所问 就是其实已经答了 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孩子马上要上大学了 你觉得他能借给你钱吗 当然不能 他用答非所问的方式 回答了你的问题 当他答非所问的时候 你也不必再追问 因为他已经委婉地拒绝了你 多问也无意 给对方和给自己保留体面 是答非所问的另一个意思 7.人类走向迷途 往往不是由于无知 而是因为自以为是 无知的人不可怕 自以为是的人 才最让人避而远之 一个固执 不愿意开放心态 了解新事物的人 你跟这样的人说任何事 都是徒劳无功 怀揣着一颗谦卑之心 多看看别人的长处 将其内化变成自己的 才是聪明人最应该做的事 记住一句话 无视真理的人 真理也同样会无视他 爸 幽默感就是分寸感 会说话 不代表会沟通 幽默感 不代表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话 所谓的幽默 应该建立在对方可以接受的程度上 毫无底线地开玩笑 那不是幽默 是分寸感不够 不分场合 不顾他人感受的幽默 是自嗨式的愚蠢 一个有智慧的幽默感 是让人感觉不会被侵犯 并能接受和产生愉悦的 九 极度的起点 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极度心人人都有 希望别人好 但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好 这种情绪再正常不过了 这种极度 通常来源于对自己的不自信 是一种脆弱的表现 你不必苛责自己 觉得自己心智不成熟 但我要提醒你的是 与其不断地陷入自我内耗 不如努力建立自己的心智系统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别那么玻璃心 别那么战战兢兢 接受别人比自己好 努力让自己更好 才是一个流动的健康状态 十 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 无休止的欲望 是压制我们通往幸福的力气 原本只想要一个拥抱 不小心多了一个吻 然后你发现需要一张床 一套房 一个正离婚的时候才想起 你原本只想要一个拥抱 宋丹丹的这句话 就暴露了我们每个人的本性 稍微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 不要只顾着点起脚 去抓住没得到的东西 给欲望按下暂停键 你收获的可能会更多 十一 当愚昧成为主流 清醒就是犯罪 当愚昧成为主流 清醒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但大多数不一定就是对的 珍贵的反而是那些坚守底线 没有倒戈的人 我最欣赏的一种人就是 即使认识到自己渺小 仍然不放弃自身 因扛起的良知和责任 并坚信 星星之火中可以燎原 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 要做就做那一少部分的勇敢者 只有这样 我们这个时代才会变得更好 十二 偏见是无法逾越的高强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总监 肯定是有后台 她穿得那么朴素 还背了那么贵的包 包肯定是假的 她学习那么差 人品肯定也不咋地 这样的偏见生活中随处可见 总是用固有思维去看待一件事 就会一直稳固地沉浸在个人偏见里 为之全貌 不与置评 是做人骑马的底线 十三 你问的问题越多 你恐惧的事情就越少 有句话说 你多学一样手艺 就少求一次人 同样的道理 你对某件事情抱有的疑问越多 你所恐惧的事情也就越少 前进的道路大都是曲折的 坚持不下去是因为有为难情绪 但当你尝试着 根据问题去找答案 你就会发现 那种为难情绪就会慢慢被稀释 通过提问去解决问题 永远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要因 十四 无需时刻保持敏感 迟钝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 你踩在人性的 太人性的理解 无需时刻保持敏感 迟钝有时极为美德 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 和动机也虚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 尽量从善意的角度去诠释语言 保持比对方迟钝的感觉 这是社交的诀窍 也是对人的怜悯 看透不说透 不是傻 是纯良 话到嘴边留半句 是格局 是修养 保持顿感力 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超能力 十五 把期望降低 所有的预见就都是礼物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运动几天 希望自己能快速瘦下来 对别人好 也希望他能对自己同样好 看完一本书 希望能立刻记住里面的要点 如果无法实现最初的期待 内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 但你要知道 很多事情都不会按照我们想象中发展 与其一直期待结果 不如把当下的每一步做好 有时候 生活就是充满了玄学 越刻意越得不到 无心插柳反而柳树成因 既然无法决定结果 那就做好当下的每一步吧 降低期待 尽力而为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 认清自己的人 大都不会过得很差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擅长什么 他们会给自己的人生进行专属定制 不盲从 不依附 不逼迫自己 这样的人 才算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让我乔